和C罗交往是什么感受,前女友伊莲娜有话说,表示有点糟糕说到C罗相信足球迷都不会感到陌生,可以说C罗称得上当今足坛头号球星,就在几日前他成功打进个人欧洲联赛的第四百里进球,在C罗之前还没有哪位球员做到过,因此C罗也成为这项记录的第一人,虽然已经33岁,但是从C罗的状态来看, 并没有太多下滑的迹象,就拿体测来说,数据显示他还是个20多岁小伙子的身体状态,未来还会有很多记录等着C罗去突破创造,而且作为当今足坛响当当的人物,C罗身边肯定是不缺少爱慕者的,对于这位身高187厘米,体重80公斤的状态,和他交往是怎样的一种感受,作为C罗的前女友, 伊莲娜肯定是有八言权的,大家都知道在和现在的妻子乔治娜在一起之前,C罗的女友一直是伊莲娜,这对情侣也曾被认为是金童玉女, 其实说到这段感情最终走向失败,多少还是让人感到可惜,C罗和伊莲娜相识是从一次时装发布会上,两人算是一眼定情,后来就开始交往,感情也算是稳定, 不过最后分开也让外界感到不可思议,当时有人表示伊莲娜和C罗分开,大部分原因是C罗的母亲不喜欢伊莲娜,两人的关系一直都不好,但其实这并不是导致两人分手的主要原因, 后来伊莲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回答了这个问题,她表示自己心中想要的男朋友应该是可靠,有安全感,知道怎么和女朋友相处, 在伊莲娜认识C罗之前,她一直觉得C罗就是心中男友的最佳人选,但是显然伊莲娜看错了,和C罗在一起之后,伊莲娜认为如果和一个错误的人在一起,会让自己感到很压抑,完全没有安全感, 从伊莲娜的话语中,虽然我们只知道伊莲娜觉得没有安全感,但是很明显伊莲娜认为C罗和自己在一起并没有表现出男人的忠诚,甚至还有其他女人公开表示,C罗和伊莲娜在一起的那段时间,C罗还和自己勾搭过,因此也可以证明伊莲娜的说法是正确可信的,但是如今C罗已经和乔治娜生活在一起,并且有了自己的儿女, 相信C罗可以放心完心,安心把精力放到事业和家庭上 自然而妙. 自然而妙会 în行业 自然而妙会 自然而妙会 自然而妙会